台北国际动漫展在今天登场 一大早入场排队的动漫迷就大排长龙 不过因应疫情升温 主办单位也不敢大意 防疫措施全部按照指挥中指挥中心的标准 场内限制的人数也从原本的9000人下修到6000人 欢迎大家来动漫展找我们玩哦 头戴狐狸面具身穿红白香肩角色服 cosplay美女热情打招呼 台北国际动漫展登场第一天 东漫民们全出动 入场前的排队人龙包围展场一大圈 让主办方防疫不敢松懈 应该说我们其实已经做了超前部署 你看连社交距离都拉出来了 如果有任何的中央防疫中有任何指示 我们都遵照办理 超前部署就怕成为防疫破口 不只取消开幕活动禁止夜排 也全面落实实名制 入场量体温手不消毒 上线人数也从原本规定的9000人 下收到6000人 台北国际动漫展现场不只要全程 佩戴口罩而且禁止饮食 还附有这种洗手的设备 让民众可以随时保持个人卫生 消毒设备准备完善 不只主办方各动漫摊位 也拉高自身防疫层级 我们里面都有排序 所以我们后面排队的话 放进去的人数会依照人数的多寡来限制 所以主要的话还是以依序进场 然后不拥挤 只是现场表演活动纷纷取消 和过去相比不见舞台前 漫民疯狂欢呼场景 今年直见灵性粉丝和cosplay美女球合照 场面冷静许多 装的话就会弄在口罩上面 然后非常容易散开 这全部每个人都黏在一起 防疫在这边有点困难 前一天晚上六点半就来了 前一天晚上 对啊 就在附近排 因为不能在外面排队 大包小包共购入二十八代福袋 两人四手也拿不完 还有人直接拿行李箱来扫货 看来虽然受疫情搅局 但仍不减动漫迷的热情 只是随着人潮越来越多 社交距离恐怕也难维持 只能提醒大家防疫工作丝毫不能大意 东森财经新闻 李某山中文瑞 台北采访报道